今天刚上号就有一个蛋过来打我 就当我想看看他是哪个小黑子的时候 他突然给我说 帮我的小号起了名字 这诞生大事就交给你了 然后立马给我发账号 让我登了上来 那么好 咱们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界面 先帮他选一个非常beautiful的形象 现在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候 毕竟是我的粉丝 那我肯定要选一个好听的名字 我就不用自己想了 还是交给天忆吧 苏炳天123 不 苏炳天只能是第一 这是毋庸置疑的 随便取的名 这个还是不错的 但是咱们对粉丝还是不能随便的 再换一个 南村里的一 什么鬼啊 刚一天的瞎搞 再换 我叫呆头最帅 这这这 康义 你也太有眼光了吧 瞧什么 这真的不是我自吹自嗨啊 真的是系统随机出来了 那既然这都出来了 还考虑什么 就这个了 啊 啊哦 当前你正被占用了 不是 那你这被占用了 怎么还能随机出来啊 就是让我看看是吧 哈哈哈哈 既然与他无缘 那我们继继继续找 等等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就问问你们有没有含金量吗 我就不用这个名字了 大家心动的 快去拿下吧 我们再找找有没有好听呢 我来 啥玩意儿 钢业 你搞人生攻击啊 哪里拉胯了 哥们这么牛的 要是再给我来那种名字 我以后就不给蛋仔冲蛋壁了 哇 单字极品ID 大于号 有点不错 但是 我不感兴趣 斯塔克爱你 啊 这一波 打入了我的回忆里啊 我觉得今天一定有好名字 唐宝 这也很不错啊 但是 不符合我粉丝的形象 所以就再换一个吧 哎 我有一计 就这个了 我心情他一定会喜欢的 哎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怎么样 这个名字 喜不喜欢啊 我饶不了你